今天是在国民党全招新北市长侯友宜 参选2024的总统大选后 蓝绿白三角都选战时证实的开打 那来关心今天的中国时报焦点 国民党在昨天举办2024选战时事大会 侯友宜一改过去温和谈话 炮火全开 痛骂民进党太惊贪腐 连吼吼做事都做不到 而且怒呛民党的参选员赖清德 民主自由就是我们的DNA 根本不必撕裂台湾 也宣誓如果他当选总统 将依据宪法规范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 接受全民的监督 民党不好好做事情 他说就让侯友宜来好好做事情 好这回新北市长侯友宜获得的是 国民党征召选总统后的首场的造势大会 在直球对决了 火力也全开 用爱台湾并不是民进党的一个专利 而且民主早已深化人心 以身信念式守护中华民国 破解赖清德的民主跟专举说 而侯友宜表达如果当选总统 勇宜接受国会的监督 更彰显要用行动践行民主的价值 也拉高层次反手为攻 诉求的是团结 不过在520蔡英文总统就职满七周年 联合帽的头本焦点同步来关心 在总统府他发表了谈话 那蔡总统仅这回谈话内容是聚焦在和平 以及维持现状 反对灯方面以武力破坏现状等等的诉求 而且也说明这已经不只是台湾在台海之间的主争 而是国际之间主要国家的很多人的共识 而且正在寻求各种可能的方式去确保和平是两岸唯一的选项 那同步也来计较的是大陆官方 在19号宣布开放台湾旅行团到大陆 陆委会跟观光局都表达期待 尽速启动观光小两会写生 不过呢 马政府时期的一年一度的两岸的观光交流远桌会议 早就在2016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就停摆到现在 目前陆方的海旅会主要的人士也恰好处于过渡起 海旅会的会长甚至已经选缺三个多月 而观光局长张锡聪则是在19号说 跟陆方对口现在是哪些人其实都要安排好 就透露了一个端倪 资深的旅游业人士就指引了 人士加上政治的因素要重启协商其实有困难 另外还要来聚焦就是发生危险意外了 屏东县雾台湘飞龙瀑布传出了山难 根据了解报案已经有五个人不幸的溺币 那雾台所已经派人员配合消防局前往救援 屏东县消防队是在今天的傍晚好火爆 那在屏东县雾台湘飞龙瀑布传出了不幸的山难 这林小姐说她的心事跟很多位的朋友前往了飞龙瀑布来作息 不过因为大雨突然造成了溺水整个暴涨 其中五人疑似不幸领难 梅雨的封面难移了 根据了经济部水利署昨晚统计 全台的水库预估可以进涨3355万吨的水量 那其中增稳水库呢 乌山头入流750万吨是全台湾最多 高雄高品行呢 也来到每秒11.7立方公尺明显的回升 而经济部水利署的副署长王一峰 她赞许南部的进水非常有收获 嘉南高水型呢都是有所改善了 好 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台湾的小客车呢 多数会在挡风玻璃还有车窗贴纸贴隔日子 不过现在只针对了计程车 和多元计程车有所规范 而且呢透光率检测时目测法 遭到质疑毫无安全的标准 交通部呢公路总局就指出 5月开始已经请各区的经理所 使用仪器搜集自用车相关的数据 预计6月底前提送方案到交通部来研议 未来无论计程车自用车都将纳管 制作人成为攻击 mud 几个人家被应该作品 senhor家被乱视从此宫里云 员通过区 correctly 掌握両手后 评对方可也将转型的 Mumbai 并行的还要流下工 你这转型这展吗